这张画我是画着上海的开步 左侧的帆船代表着海洋文明 把一些近现代的知识带到我们的沿岸 曾经上海是渔村 然后慢慢发展出了一个城市的范式 这个城市的范式是拿着渔园 小黄苗那个区域来进行布局的 在它的街道上呢 有花车的游行 如果我把这个画面放大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这些西装人的身上的颈纹 其实都是一个关于我们中国在地文化的一个研究 对于我来说呢 我非常希望把我曾经所接受到的 渔孝明的训练 真正的放置在一些有效的画布上 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打包 把这些蒙了成的 曾经我们在知识迭代中 被遗忘的一些经典的画面 重新展示给现当代艺术的观众